大家好 我是Mira 我一直都想做这个计划 很久了 就是我想邀请一些 跟韩国男生拍拖的女生朋友 来做一个访问 但其实真的很难找 我终于邀请到我旁边这位 他是马来西人 他叫Minas Hello 他讲中文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这个聊天的内容 全部都会是讲中文的 因为大家一直都很常 发简讯给我说 韩国男朋友的问题 所以这次让Minas来分享一下 他跟他男友一些小故事 你跟男友是怎么认识的 我在大概三年前吧 是我第一次和我的朋友 一起来韩国旅行 就在那时候的时候 和我男朋友相识 所以他是在那边工作吗 对对对 他在韩国工作 然后我就认识他 那你们是认识之后 然后你们是 怎么开始 你们会有这个爱情萌生呢 大家看偶像剧的话 都会看到韩国人都 很浪漫 有吗 有很浪漫 对你做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浪漫的 我第一次来韩国的时候 就跟他相识 就是认识 然后我刚好有机会在下一个月份 再有机会过来韩国 所以我就当朋友的身份 约他一起出来玩 那出来玩的时候呢 我就没想到他竟然是拿了假期来陪我 我觉得比较浪漫的点 就是可能他会突然间送礼物给我 哦就是突然拿一些surprise给你 他在我的饭店下面接我 就帮我安排了整天的行程 从早上的早餐 然后可能我们去逛一下 就带我去看舞台剧 然后晚上再去吃一个晚餐 再把我送回家 那送回家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 没有没有 他就突然间从车后面后座 拿了一份礼物给我 然后我就傻眼 因为我是真的是抱着朋友的心态 跟他出去这样子 对跟他出去 然后他竟然准备了小礼物送给我 所以我有点受宠惑 所以可能那个时候 就是一天相处下来 就觉得这个男的不错 然后可是是经过几次之后 你们或是什么原因 然后让你们决定交往 还是他出了什么方法去追你 就那时候我们还是朋友的身份嘛 我回KL过后呢 他就突然间飞过来KL游玩 是故意找你的 我觉得 他没跟我说是为了我 但是他自己个人飞来 那就一定是为了你啊 所以同样的呢 我也是就是尽量的招待他 所以我也是 因为一个人就其实 有点不方便 对 所以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女性 因为他来马来西亚也不是一个很长的时段 就是可能一个三天两夜之类的 所以他来的时候呢 我就也有安排时间去 带他观光啊 游玩啊 介绍马来西亚 因为毕竟是他第一次来吉隆佛 那时候的感觉呢 就觉得蛮不错的 就是跟他相处几次之后就觉得 就有些地方是合得来的 谁告白的 当然是他 哦 他应该是一开始 你去韩国的时候就对你有好感 可能他也是透过那个相处 才发现 诶 你不错 所以他就告白 你们说要交往的时候在马来西亚 那你们是怎么交往 你们是远距离吗 他过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就说 我喜欢你 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 然后我就觉得 我是傻眼 因为我就觉得位置的问题啊 包括就是距离 距离是最大的问题 对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是不同的背景啊 对 对 然后我们是不同的culture 嗯 嗯 所以我就觉得 担心 对 就很多很担心的 那个点在那边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们的距离怎么解决 他就跟我说 嗯 没关系 他会每个月飞来 就他愿意每个月飞来 KL 所以他有做到吗 可能是大概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 那其实也很多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远距离的恋爱 所以我们是 可能一个月他飞过来 KL 一个月有飞过去 所以其实这个远距离 也不算太辛苦 那种 就是有很多人可能是半年 或是一年才能见一次 可是你们算是每个月能见 嗯 其实他给了我这个 Promise 然后我就跟他说 好吧 那我下个月的生日 你飞过来吧 我在考虑 那时候我还没答应 下个月过后他就真的飞过来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哦 蛮浪漫的 对 所以你们现在是交往多久了 迈入第三年 两年多左右 可是因为你是去年来韩国的嘛 对对对 所以你们是一年远距离 然后一年在这边一起的 真的见面的交往 对对对 就是从远距离的相处 到我们现在是住在一起的相处 所以就会觉得很多东西要重新的适应 有蛮不适应的地方吗 当然有啊 就包括可能 在韩国我不确定是每个人都是这样 生活习惯很不规律 可能是不吃早餐的啊 半夜才睡觉 老婆可能下午才醒 诶 看人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相处了才真的觉得没那么简单啊 对你来说你觉得远距离其实还好 真的来到这里才觉得真的两个人相处才是一个难题 对对对对 你跟他是讲什么语言 日常沟通都是用英文的 你英文就很流利 他的英文也是很OK吗 他之前在英国留学过 所以他的英文是OK的 所以就沟通完全没有问题 普通的沟通是没问题 但是毕竟英文不是我的母语 也不是他的母语 尤其是当我们吵架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真正的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但是其实可能他了解的部分 和我想要表达的部分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的话会让我觉得 就是异国恋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 要怎么表达 他会大男人吗 会啊 所以他会限制你不行做这个不行做那个吗 他不会限制我不行做这个不行做那个 只是可能比如说女生都希望被男朋友红嘛 那如果我发脾气的话 他都不理我啊 他慢慢的那面不见了 就是久了过后 真面目 文化不同 你觉得在哪方面比较明显 我们在家里洗衣服 我们想要凉凉干那个衣服 我们在马来西亚因为都是炎热的天气 所以我会把凉衣架放在晒太阳这样子类这样 但是其实在他们的历场的他们会觉得把凉衣架放在室内等它干 那我就会觉得马来西亚没人这样做啊 就是都会把它放在外面晒太阳 对 生活小习惯吧 其实其中一个点 你因为跟他交往 你有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吗 因为我跟他交往 然后而且我也搬过来韩国 暂时是背在韩国 所以呢 我觉得好处的话就是我可能会更了解韩国的文化 他们的饮食 还有他们的语言 节庆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啊 哦真的 因为可能普通我们可能两个外国人在这边 其实很难去真的深入到某一个点 然后你有一个当地的伴侣的话 其实如果你很喜欢那个地方 然后你就会更容易的去了解那个地方的东西 可是你这样子来这边生活 你们的父母都知道吗 我的父母是知道的 一开始有觉得是反对还是支持吗 因为我告诉我父母 我想要来韩国试看下体验 就是可能不是每一个人可以体验的生活 他们是支持我的 然后他的父母也是知道啊 因为他妈妈呢是传统的韩国人 所以当我要面对他妈妈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些交流的 就是包括他只会说韩文 他不会说英文 诶那你怎么办 他因为他现在韩文超懒的 然后我就用我有限的韩文 再加一些肢体动作去表达 然后最好笑的是呢 是我有一段期间是在他家住的 就是跟他妈妈真的是一起相处啊 所以我们发生了很多蛮有趣的事情啊 真的哦 可是他是传统的韩文 可是他对外国人没有任何的偏见嘛 思想他不算传统 他可以接受外国人 只是他不会说英文啊 所以可能很多时候 比如说他想要试看一下马来西亚食物 哦真的哦 那我就会很伤心 因为我就是蛮用心的在就是想要分享 如果他妈妈要跟我沟通的话 可能他就会用电话的翻译 他打韩文然后翻译去英文 所以就是跟妈妈 就是跟他的妈妈是完全没有吵架那种东西的 没有啊 哦真的好耶 他妈妈很好人 你跟他交往之前 你有想象过跟他交往之后是怎样吗 然后你觉得真的跟他交往之后 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嘛 因为我过来韩国生活和他解决了那个远距离的交往啊 但是因为我来韩国的话呢 我就从零开始啊 没有朋友啊 在韩国的世界就只有他 那其实我在马来西亚的话 我的生活多姿多彩 就是我会有很多朋友啊 吃去吃喝玩乐等等 我觉得如果我跟他两个人相处的话 就必须要很独立 不可以真的完全靠他 不要讲什么异国恋或是怎样 就是很多女生在跟男朋友就是交往的时候都很依靠男朋友 对 这样子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不太对 因为自己是为了自己而活的嘛 所以其实我在韩国也上了雨学堂 然后就认识了很多朋友 所以我也很开心 我就觉得起码我来韩国就是不是只是跟我男朋友两个人的世界 我们平常看到的韩剧或是我们在外国的时候 我们印象之中的欧巴们都是浪漫的嘛 然后你男友的确是你觉得 可是你真的来到这边之后你觉得有差吗 有分别吗 差很大 我可以在韩国度过我生日啊 我是当然想象了啊韩剧的欧巴都会送花啊买蛋糕啊什么之类的 结果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然后可能我们逛街或者什么纪念日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说我想要花 他就跟我说 花没有用 诶可是他从这么浪漫变成这么不浪漫 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太相信韩剧 对 韩剧是假的 韩剧的剧情只有韩剧里面才有的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这边了 然后很好笑 然后希望大家听到Innes的分享之后 也会更了解 可能跟韩国男生交往是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有机会的话 其实我还想要再请更多的朋友 然后上来接受我的访问 因为每个人相处方式不一样 就想要让大家知道更多的一些资讯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分享的话 请联络我 因为我很难找人 我超辛苦在找着他的 谢谢他来 然后因为其实他也有一个评当 然后他是跟一个香港朋友一起创的 然后也是分享一些韩国的生活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他的评当 因为评当名字是 Here I am OK 今天我们来继续这个视频 我们来播 我们来接下来 记得follow我的IG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动向 记得按下电话 按下电话 按下电话 就不忘了我最新的视频 那我们下条片段再见啦 有点准备好 是 感谢观看